大家好,我是Benny 上次我们在天堡公司介绍过一间二百多万的房子给大家看 记不记得? 今次你觉得是多伦多 一百万左右可以买到什么呢? 今天就给大家看看 平时我们讲讲广东话 今天我和大家转一转频道 我现在进来的一个房子 那等一下我们请到我们这个房子的Listing Agent 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介绍一下这个房子 我先说一下 这个房子本身是一个重建的 全新建起来的房子 价格大概一百万左右 刚才我讲的是不是 那重建费大概多少呢? 用八个月时间四十几万就可以建起来了 那这个地方大概要一千多尺 一千多瓶房子 等一下会June跟大家再聊一聊 好了,我请到June过来了 June,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吧 谢谢Dani 感谢你们今天的时间过来 那这个房子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新建 像我们刚才谈到的 是 它是一个独栋的 那两边呢 还都有林尾可以走到后院 一打开门在这里呢 它整个一楼是一个open concept 敞开式的一个效果 整个的房子 在一开门的一瞬间 就感觉非常后密 非常扣子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呢 是在新建成的这个Black Creek Drive 它是一条主高速 可以在两分钟以内就到达401 也可以accessible到400 highway 400 那如果往南 顺着Western Road 往南开呢 十分钟可以到达Downtown多很多 非常方便 这也是在未来的Metrolink 开的地铁边 我们也叫成铁吧 新建成的LRT 那这一站呢 是叫Mount Dennis 是在Killthale的下一站 那它就是在Igleton上面 开的一条快速的一个城市轻轨 这就是大家一直都在期盼 对对 期盼很久的LRT 到时候承铁开通以后 直接从承铁可以走路 五分钟到达这个房子 非常靠 非常靠 非常方便 是的 同时我还要提的呢 是这个房子 是它在几所学校的一个中心区 那在这栋房子住的人 他的resident 可以Eligible 去周围的 大概一共有六所小学初中间 走路 那这个区域呢 我们就是把它在卖房的时候 把它叫做breakfast area 所以可以放餐桌 那可能对于有小孩的家庭来讲 那它可以这里放小孩的书桌呀 可以放玩具呀 都在这个区 那同时它还有一个分门 可以把门关起来 就是两个都size很大 而且两个卧室都有自己的 可以放梳妆台的空间 那这一间房呢 它就是朝向后院 会是view 会是那个后院的绿地 绿草的这样子 那这两间都很open 一上到二楼的时候 你的感觉就是一种 采光很好 是的 是这样 它都是这种 因为新建房嘛 它的窗子很大 那光线很好 那上到二楼这里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其实它的格局蛮合理的 还没有一寸浪费的面积 是的 那你看刚才我们从那个楼梯 嗯 顺着楼上很顺的 就走下来 那到这里面 现在是open concept 对 是不是一个 actual living space 就是希望 那个楼上的就是 主人可以 享用这个空间 那 因为它有这个full sized bathroom 在这里 那它以后也很容易 做成一个conversion 做一个小的一个 一个rental unit 哦 full sized bathroom 呃 这里有大约八尺半 八尺半 超过八尺 非常好 非常高的位置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改建房 它是一个常建 完全新建的 所以它是往下又挖了one foot 那它以前的大约是七尺半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它延期了原来 在这里有一个walk out 哦 这个房子 它可以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 这种potential 可以变成一个rental unit 这些房子 就算了 那是一种地图 最后的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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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地图